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技术这么成熟 硬件成本也越来越低 用个90赫兹这种不上不下的刷新率 无疑会让钱在购买者失望 摆明就是为了让Pro机型保持独有的特性 故意制造差距 近期又有消息传出 苹果可能会在未来的iPad Air和iMac等设备上 采用90赫兹显示屏 以替代现有的60赫兹显示屏提升视觉体验 据称 苹果还计划在下一代Apple Studio Display中 已入90赫兹的高刷新率屏幕 从而提升显示效果 虽然这一消息目前仅是传言 但如果属实 苹果将在多款主流设备上迎来显示技术的全面升级 根据匿名爆料者透露 苹果正直立于研发一款 具备更高刷新率的LCD显示屏 新款iPad Air有望在显示技术上实现重大提升 苹果将采用一种新型的液体运动面板 并将刷新率定在90赫兹左右 以满足用户对屏幕流畅度和视觉效果的更高需求 目前 iPad Air采用的16赫兹的刷新率屏幕 11英寸版本配备了2360x1640分辨率的60赫兹LCD面板 而13英寸版本则是2732x2048分辨率的60赫兹LCD面板 两款型号均覆盖P3色域 亮度分别为500尼特和600尼特 与iPad Pro的120赫兹ProMotion显示屏相比略显不足 90赫兹刷新率的加入 或许是苹果希望提升iPad Air使用体验的关键一步 相比于60赫兹屏幕 90赫兹显示屏 将带来更加流畅的动画效果和更自然的画面过渡 尤其在视频播放和游戏场景中 能显著减少脱颖和卡顿 提升用户体验 据悉除了iPad Air 苹果还计划将这一高刷新率技术 应用到24英寸iMac和下一代Apple Studio Display等产品中 24英寸iMac是苹果的主力桌面一体机 目前也配备着160赫兹刷新率的显示屏 对于很多用户而言 高刷新率的显示屏能够带来更舒适的使用体验 尤其是在进行图形处理和视频编辑等任务时 流畅的画面切换将更具吸引力 Apple Studio Display是苹果为专业用户设计的显示器产品 自推出以来一直未进行更新 尽管这一设备再色彩显示 亮度等方面表现优秀 但60赫兹的刷新率相对而言不够理想 若Apple Studio Display更新至90赫兹 不仅可以为设计师 视频编辑者等专业用户 带来更清晰流畅的画面显示 还能使日常工作体验更加顺畅 这一消息最早由播客节目升级的主持人接受到 并在9to5Mac上被披露 由于消息来源匿名 且未能确认爆料者的可信度 目前这一传门上无法得到全媒证实 真实性仍待进一步观察 不过有迹象表明 苹果经济在高刷新率显示屏方面的布局 正在逐步扩大 部分中断设备的显示技术也在逐步升级 90赫兹显示屏借于60赫兹和120赫兹之间 为那些不需要极高刷新率 但希望提升视觉流畅度的拥护 提供了一个更具性价比的选择 其实从产品定位上讲 苹果一直把iPad Air 当作介于入门级iPad 和高端iPad Pro之间的中端产品 虽然功能强大 但它不像Pro系列那样 提供超高的刷新率屏幕和强劲的硬件支持 这种差异化策略帮助苹果更好的划分市场 为不同需求的用户提供不同层级的产品体验 不过 随着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平板电脑 采用高刷新率屏幕 苹果在终端平板上不得不面对用户的期待 苹果选择90赫兹 而不是直接升级到120赫兹 除了等级森严的云以外 很可能是出于能耗和续航的考虑 90赫兹刷新率在提供更流畅体验的同时 也不会显著增加电池消耗 这种折中方案机能提升用户的视觉体验 又不至于让续航大幅缩水 尤其适合那些对刷新率有一定要求 但预算有限的用户群体 对于设计时或内容创作者来说 90赫兹能提供更加精准的笔出反馈 让Apple Pencil的使用体验更为细腻 再加上苹果在LCD屏幕调校上的独到之处 预计这款iPad Air将在画面清晰度 色彩表现等方面继续保持一流水准 结合此前爆料 iPad Air 7系列将搭载M3芯片加8GB内存 支持Apple智能功能 同时还将拥有新款描控键盘 其设计与iPad Pro键盘类似 但会换用硅胶涨脱 这也有往划来更低的售价 当iPad Air 7有了90赫兹刷新率 我个人觉得入门款iPad Air 11 也往升级圈贴合显示屏 因为这种情况不会影响他们各自的销量 或者说影响不大 根据爆料 iPad Air 11也是在明年春季获得更新 这次刷新率的提升 显示了苹果对于中端平板产品的重视 或许未来iPad Air系列 会越来越接近Pro的配置标准 无论如何 这次的使世纪更新 让我们看到了苹果逐步完善iPad产品线的策略 对于苹果来说 这是以自由化产品线 拉近不同产品之间差距的举措 同时也为用户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对于即将搭载90赫兹屏幕的苹果产品线 还有什么期待呢 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请订阅关注Jeffrey Tech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